旅行是會上癮的 走吧 我們去世界看看 原本以為剪完三次歐洲旅行的影片 應該就可以出國了吧 沒想到到現在還是不行 只好再把2016年第二次 單媽媽去日本賞風之旅的影片 拿出來跟大家分享 現在就跟我們一起重新去旅行 回到疫情前的2016年 因為飛機delay的關係 抵達大阪的第一天已經是傍晚時分了 所以只能去逛逛道頓絕和新災橋 第一天的行程一下子就結束了 回民宿路上 幸運的遇見彩犬夜 胖嘟嘟的超級可愛 前幾年跟妹妹去日本自助旅行過 對千年古都京都念念不忘 看著當地人悠閒的沿著鴨川騎著腳踏車 所以規劃這次金百難賞風之旅 一定要把騎腳踏車安排在行程裡 今天終於實現在京都騎腳踏車的願望 趁著良意奔馳在前往清水寺的路上 不到一會兒就找到停腳踏車的地方 改用步行的方式往清水寺前進 沿路都是緩坡在漫步往上爬 兩旁都是熱鬧的商店 有甜點店紀念品店服飾店等等 多到逛不完 這次由我一大二的方式 帶著媽媽和大姐去京都大百賣 進行一趟為期六天午夜的賞風之旅 今天的第一個行程 就安排他們來感受 具有濃濃日本味的清水寺 是到京都旅行必訪的景點之一 這個時節剛好是日本學生休業旅行的旺季 到處都能看到穿著制服的學生 還有從世界各地牧民而來的遊客 人王門是參觀清水寺前一定會先經過的大門 赤紅色氣勢非凡的外觀相當醒目 原門鑒於四挺時代 現在的人王門是平成十五年重建的 繼續沿著階梯往上走 會經過清水寺的售票口 一個人的門票是日幣四百元 我們先開始 是日幣五百元 紀錄中 原理事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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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兹院是拍摄清水本堂与清水舞台的最佳地点 在狭窄的通道上 极满络绎不绝的游客 不时传来整修中的敲打声 也不会影响参观的性质 第一次来到清水室只看过绿油油一片的风景 这次特定选在枫叶记二房清水室 果真不需此行 在阳光照耀下 枫叶看起来更加立体鲜艳 美到无法又言语形容 只能用双眼好好记录 此时此刻美丽丰富的视觉享受 赞叹大自然事迹的更迭 在秋冬交替的季节 为大地抹上一些娇艳 这般美景非常值得细细品味 感谢观看 据说清水寺的枫叶 算是京都想风景点中比较晚见晴的 大约11月下旬到12月上旬会是最火红的时候 现在开始转红就已经美到不像话 已让我看得心满意足了 蛋糕 蛋糕 糖 蛋糕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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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